黑棒旗全國高中棒球大賽 中台灣持續有好戲登場 來自屏東的陸欣中學 要交手社團性質的虎偉高中 看看誰能挺進到下一輪 科班出身的陸欣也不客氣 面對虎高的先發投手李逸選 在第一局就轉開攻勢 沒有人出局滿累情況下 李逸選滋亂震交 先是出身球免費奉送對手一分 接下來的控球又出狀況 讓對手兵不協任取得2比0領先 接下來陸欣定用高杯犧牲打賽 天得一分之後 陳永山再補上大優打點的安打 幫助球隊擴大到了4比0領先 而且胡偉除了先發投手出狀況 守備也不太幫忙 這個左外野的高杯球 眼看有機會抓到出局數 結果卻沒能接到 一口氣又丟掉了2分 在首局陸欣就狂關6分 給對手來個下馬威 接下來2 3 4局 他們又拿下了4分 也來到了10比0的優勢 有機會提前口鬥對手 接下來就看胡偉高中的同學 能不能有所回應 而陸欣除了是科班出身 教練團更頻頻地更換投手 讓對手更難以掌握節奏 在他們的先發投手李承翰在內 一共6名投手合力上陣 7局21個出局數當中 投出了多達18次的三陣 沒有被擊出任何的一致安打 中場陸欣就是以11比0玩風對手 提前7局收下勝利 解關心彰化高中 跟嘉義線輔仁中全的交手 在前6局打完 戰況也是有一點點一面倒 輔仁取得8比0的大副領先 不過張仲在Lucky7展開反攻 掌握對手在滿壘換台的契機 先靠著寶送 輕鬆打破了鴨蛋 兩出局之後 歐小李跳了出來 這個左外野的飛槍 越過了防守拳的頭頂 形成了輕磊的Double 在這次關鍵長打的助陣之下 這次半局 彰化高中一頭技追回了5分 比賽也剩下3分的差距 誰說聲音還很濃縮 只可惜張仲的投手 在比賽的後半段沒力直顯 在8局下半 讓輔仁靠著兩支安打 以及一次的失誤 攻下重要的兩分 也把比數擴大到10比5的優勢 最後輔仁中學 就是以10比5贏球 淘汰掉了彰化高中 順利挺進到了下一輪 來自黃仁皇 黃浩君 綜合報導